剛才陳教授提到 可能現在政府方面想主導議程 大家看到北京最近禁了BBC國際新聞 Honey Pairo跟進了他們 其實在香港這方面的大部分傳播 官方的傳媒都會緊跟上 在傳播方面 官方方面已經沒有了一個良制 多謝問題 我想我其中一個研究計劃 就是選舉觀察計劃 最近也受委託進行一個關於傳媒生態的研究 還有如果接下來有9月的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到底香港的傳媒還能否幫忙 還能夠做一個所謂的第四權 做一個第三者 做一個把關的角色 這些問題上繼續在研究思考著 也在寫一個研究的報告 所以問題相當之合時 也很重要的 香港人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當然就是新聞和言論的自由 港台的這麼快速的反應 去管根黨或者中央的決定 其實這個是令到大家打難陣 是打難陣的 香港不應該把自己的定位放到 給自己更加低的一個新聞自由的基礎 和環境的中國大陸是同一個水平 我們之所以是香港的原因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自由度 所以如果這次我們見到政府 特別是港台的做法 是完全沒有解釋的 也沒有回應過可能港台公會 或者公眾的質疑 就貌貌然抽起了不報 也沒有任何替代的方案 也都不見得港台或者政府當局 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的環 今天禁BBC 明天會禁什麼 是不是以後就跟黨走呢 是不是港媒或者香港的傳媒 要勝黨才能生存下去呢 對香港人來說這個是一個損失 再加上不單止是傳媒 大家都知道某些個網站都受到攻擊 被封殺 而很多的官司很多的案件 也都跟言論的自由有關 一些譬如傑斯 港台的一個主持 他的言論現在是被國安處去追究 所以這個是一系列的不是個別的事件 BBC當然大家關注緊張 但是這個似乎都是冰山一角 現在我們急速是傳媒生態的大陸化 由中央加上特區政府配合 去嘗試向這個方向走過去 但是困難的時刻都見到有機會的 如果大家對於一些 放棄了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機構 是想清晰地說出自己的看法的 我們可以支持另類的媒體 或者是繼續堅守著新聞自由 這個這麼重要的核心價值的媒體 和新聞工作者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一件的事件 或者連串的事件 就放棄 不去就著新聞自由去發聲 過往這十幾二十年 我們見到香港 每每新聞自由受到威脅 香港市民都會出來 我們見過不同的行動 也都關注過新聞工作者的處境 也有不同的聯署 所以我相信這方面來說 香港市民的心是不會死 也都不會是願意接受妥協 所以新聞自由是沒有妥協的餘地 因為新聞自由正正 是保障著 捍衛著我們香港人的知情權 和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公眾的利益 所以這方面來說 對於我們做研究的也是 我相信你會同意 其實我們可能面對的處境 跟你很相近 自我審查也好 或者被審查也好 或者研究的時候 可能想研究的對象 或者一些政府的組織機構 有些政策的犯罪 因為沒有資訊自由法 也都沒有檔案法的保障底下 我們很多事都做不到的 或者很困難的 即使最近講查冊 如果我可以再講多一點 關於新聞自由 你們的查冊也都變得越來越困難 做選舉研究做查冊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去選舉事務處 想查選民登記的明冊 那裡 是有很多條條框框 是令到我很難去 很完整的系統 而很客觀科學地 完成我想做的研究 因為我只能夠去親自看 只能夠用一個小時去看 又不能夠做紀錄 又不能夠做筆記 又不能夠用於所謂非選舉的用途 即是研究用途 非選舉的用途 所以基本上我們查冊的目的 就是去受苦 也有一個人說 我旁邊看著我一個小時 到底我有沒有抄襲 有沒有拍下 有沒有錄下一些東西 所以整件事 是越來越 是對於我們做研究 所希望見到的學術自由 對於國下做新聞界的 想見到的新聞自由的保障 政府是帶頭 是拆毀了他們 我們要告訴政府 是要收手 但同時間我們不只是 依靠政府去收手 我們自己都要積極轉化 在民間層面去支持新聞自由 我想這裡我又補充幾句 其實這個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 就是想發生了這個問題 我想我看到這件事 好像過去幾天炒不起 可以這麼說 已經沒有人留意 或者國留議員之後好像沒事 但是實際上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譬如說港台每個星期 有一個小時的BBC節目 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 我讀書時 中學生時代已經聽了 但是竟然沒有了 竟然沒有了 就是令人很失望 老實講 我幾歲大已經看報紙 每天看報紙 我到現在都每天買報紙 那個總人 但是近來我都不能不承認 我看少了傳統媒體 我連港台都看少了 聽少了 因為 政府越是加強對這個電台的管制 我對這個電台的興趣越小 也都不只是我 個個都是這樣 而這個節目每個星期天早上都會播的 但是突然間沒得聽了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嚴重的事 就是香港 我們在講一國兩制 80年代初 開始講一國兩制的時候 一國兩制承諾要保證的就是這些東西 現在是擺明是拆了你的 另外剛才加樂沒有講過名字 就是台灣的促進正義和平委員會 那個網站被人block了這樣 這個委員會在做甚麼的 知道嗎 這個委員會是2018年 根據2017年的條例成立的 那個委員會的職責 其實基本上跟大陸沒有關係 跟香港也沒有關係 它主要是促進台灣在現在階段 就住在戒嚴時期那些不正常的政府公共行為 希望促進一個 希望開放相關檔案 換言之 而且它是一個根據條例 台灣就是中華為國政府 屬下成立的一個二等機構來的 一個當作是相當高的機構來的 是最政府的一個分支來的 就是如果這些網站都可以封的話 就是整個台灣政府這些 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封了 理論上 就是如果台灣的網站可以封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網站 包括日本那些 新加坡那些 BBC Guardians 是不是 這個泰人 一樣可以封的 美國政府的網站都可以封的 如果同樣邏輯 所以我希望香港人 對這段時間這些試探性行為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我知道媒體都有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 就是無論你是自由派的也好 民主派的也好 建制派的那些喉舌報章也好 我知道有些喉舌報章也在我們的特報會 就是很簡單的 所以你們是苦心自問 你們作為媒體 如果告訴你 這個又不能查 這個又不能查 那個又不能查 連查冊都不能查 那你們要做甚麼 記者職責做甚麼 我經常都說 大家要不忘初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留意這件事 記得這件事